就差一丢丢啊 曾经的最强天才少女 因达能 还是无法 地藏奇迹 被现役韩国怪物级天才少女 安息 重新掌控局势 霸气逆转 又一次在最关键时刻 用强悍防守 阻止天花板进攻流的绝地板击 装备的采购双眼 点击点这里 赵优酷不仅能看羽毛球比赛 还能结交新朋友 还有不对期的福利可以拿 标球 又是特别理想 安息赢现在世界排名 还是高居女单的世界第一 下降到女单的第十三 当然两个人上赛季 后半端都是受到了一些 伤病的困扰 北车就没打 安息用通过 比赛一开始 脚踝正在撕裂大伤跪来的泰国一节 打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华丽进攻流 优酷不仅能看羽毛球比赛 还能结交新朋友 您只需要扫描屏幕左下角二维码 即可联系工作人员加入优酷 他板级别的 他这个手上感觉太好了 这个钩对角 哪里是 对 我吃 应该 走 這個 漂亮 個個質量很高 陰達農 唯一一次勝利是在19年的蘇迪曼杯混合團體緊描賽 當時是2比0戰勝了安喜瑩 教練程志炫一共打過23次陰達農 雖然安喜瑩用一波5比1總算擺脫 開局慢熱的9破局面 6 裝備的採購雙焰點擊點擊 等你來挖寶 加速 安喜瑩防得不錯 雷克爾比亞號 但陰達農的瀑布流進攻並沒有一絲停滯 把幾乎滴水不漏的安喜瑩一次又一次打倒在地 最終他成功守住了3分領先優勢 來到局中階段 今天左右 往前 鬥小球 引大龍挑起來 安喜瑩的機會 連續進攻 韓國教練組一入熱鍋上的螞蟻 不停在場邊搖控安喜瑩 安喜瑩的節奏 被安喜瑩調動的有點被動 連續給重複落點 安喜瑩 最後推的這一下還是推出鍵 又追到剩2分 安喜瑩 安喜瑩 也是犀利 擺住拉姐的小空隙 就差1分就追平了 15比16 滾網球 追平 分差拉開到2分 還是壓後場的底線 還是壓後場的底線 滾網球 追平 分差拉開到2分 把球有變化 直接收割掉第一局的勝利 但年輕就是好 更何況 大商歸來的英達農 確實無法一直維持 自己高強度的精準控制 比賽應該是今天最後一場 用了一場球 還是壓安喜瑩的後場 安喜瑩 延續了自己一貫的風格 穩定為主 加上不放棄 每一分都拼盡全力 反打的這一波7比2 讓拉姐也深刻感受到壓力 先壓後場 再批掉 這新老兩代聽才少女 又為大家演繹了 什麼叫神仙鬥法的攻防大戲 哪怕殷達農 又一次咬牙提速搶攻 反打一波 一度追著兩分差距 和安行戰術執行方面 確實夠果決啊 用更具壓力的防守 去逼迫殷達農犯錯 絕不讓他有任何翻身的機會 我真的是賞心了 太好看了 假動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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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有苦 不僅能看與毛球比賽 還能結交新朋友 您還有不對期的福利可以拿 瞄屏幕左下角 可全怕少壯啊 單論技術的話 殷達農是要勝過安喜盈的 往前勾對角 看得人眼花缭乱 但是戴思影之前已經正成功 僅凭這一點花拳秀水 是無法戰勝安喜盈的 安喜盈今天的策略也很明顯 知道你往前勾對角厲害 那麼就看著往前 不著急後退 就等你勾對角 如果你勾對角之兩道 那就挑起來進步相持 這樣密不透風的防守 讓他成功以21-13頒回一局 雙方進入最後決勝局 從此時刻 殷達農 還是太過於看中自身的技術 即使往前處於下鬥 也想通過技術來逆轉攻勢 而不願意承認被動 重回僵持 雖然殷達農的技術不夠好 但是在對手已經做了充分防備的情況下 最強的武器殺傷力不夠 就讓自己的比賽前面一點點深陷被動 朋友您只需要掃描屏幕 左下的二維碼即可聯繫工作人員 加入優酷體育的官方羽毛球群 此群只做交流時 還有不定期的服務 服力可以拿 一旦勾對角質量低 就很容易被安心 順時一鎖 增加你回球的難度 讓你更加難受 看完整場比賽 雖然殷達農的勾對角足夠精彩 但是總感覺她是別著在打球 而安喜盈的球路則更加順暢 打起來也更加合理 特別是在11比9 最後一次技術進行過後 安喜盈都滴水不漏的防守 再加上她高質量的拉掉螢機 再加上她高質量的拉掉螢機 擁有限 一分之間 一分之間 大衡機 還好 十分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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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标注了一波6比3的得分 又把分叉拉开到分叉选 因达能 其实也是火焕的思路 给出耐心 选择追身球 让对手去突破对手的防线 机会再扑一个 好不容易看到一分的道路 实际火6 点看就要追平了 技术流打法的超级硬撞过来了 不同小代上一战比赛那样 他突然陷入了小乱流 让对手趁机打起一波多变小高潮 让自己好不容易追赶上来的比分优势 就这样白白丢失 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的他 最终也被安息赶上的没机器 最终失利的结果 也就没那么意外了 连续战胜国戴斯盈 因达能之后 安息盈再一次成功地证明了自己 是件最底部的防守 并非昙花一现 要想光靠进攻 就想从他身上领球 确实不容易 进攻端又展现出如此犀利的活力 看来他真的是所有人 都不想面对的和他对手 GAME 连续战胜的两派失误 对于自己来说太伤了 下次就被打断了 连续战胜 进击下一轮 那这样安息赢下一轮 但还有江队上